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是禮拜一的早晨 到了禮拜一 這個天氣竟然變得這麼熱 早上我一起來還看到這個 好像是34度 真的是很熱 那於是我就到花園來看一下 我的新做的小型魚菜工程系統 因為這個植物很多都是新種的 那結果發現它就是承受不了這個34度的高溫 因為它剛種根也受傷了 就有點軟下來了 那於是呢 我趕快替它撐了一把傘 有沒有看到 因為實在是太熱 所以我想植物也應該撐一下傘 那經過我把它撐了一下傘以後 這個植物就是在傘的一個遮蔽下 它就變得比較涼爽一點 因為我人站在這個陽光下真的是很燙 那我們用這個 這樣傘把它遮一下 它就涼快許多了 然後我們也對植物交了一些水 那它就好像有點這個恢復過來的 那昨天 我順便就是幫這個蓮花歸位 因為蓮花原本是長在我們這個蓮花缸的一個正中心 那我如何歸位呢 我們也可以來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它蓮花原本那個盆子太大 那大概這麼大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麼大 根本就塞不進去嘛 那於是我就用一個寶特瓶 做了一個一個懸吊式的一個一個種植 種植的 它大概就長這樣子了 因為它在裡面大家看不清楚 我拿一個放在外面給各位看 我們就在寶特瓶挖個洞吧 把這個泥土的放進去 就把它掛在這個缸的側園 那這樣植物就可以在缸裡面生長了 而且最高興的是 這個蓮花竟然也開了 雖然我們有跟它做一個大的搬動 但是好像也沒有影響到它 這個蓮花就是慢慢的在開 而且它剛好是在開放的階段 它的一個動作我們是看得見的 因為剛才幾分鐘前它還包著 那現在已經微微張開了 那也許等我們直播完它就完全開了 也說不定 那由於這個我們的系統 這個 鋼紙裡面有倒了一些泥土 因為蓮花它又補充一些土 進去我們新設計的這個掛盆 蓮花的一個種植掛盆 這個是用這個鐵絲掛在這個 這個水缸的外側嘛 那水就比較污濁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它水應該有比較輕的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黑黑的地方 來你幫我拿相機一下 這黑黑的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看到 下面都是黑色的 的泥巴 就是說 我們過濾門就把一些 跑在水 吊在水裡面的汙泥 也把它做一個過濾 那我預計就是說 再過 再過兩天吼 就要來清洗這個 這個什麼 泡棉 這叫做什麼樹脂棉 應該就要清洗 因為初期的泥巴 太過於嚴重了 如果沒有加泥巴應該不至於的 因為那魚產生的一個 有一個有機的固形物 應該也不多啦 那 由於這個 大量的泥土 那我們必須要 早一點做一個清洗 那至於說 它放在最上面的這個地方 幾乎沒有受影響 因為一早 太陽很大的時候 它也沒有受影響 因為它 它 完全泡在這個 半高的水裡 就是 強迫進水 跟你不吸 比我也強迫般的進水 所以 所以它幾乎沒有萎縮的現象 那倒是就是說 嗯 側面這些 靠著這個 濕潤的石頭 那 也必須要自己的根部去做一個吸收 這個就 就有一個 萎縮的現象 不過 整體而言 都還好 還有 包括我們的魚呢 也還好 魚也都沒有說 有 浮上來 這個 歡肚子的情形 都沒有 還活得好好的 不過 各位現在可能沒看到魚啦 因為它 這個環境 有一個 劇烈的變動 它 比較驚嚇 甚至連吃也都不大吃 等它 幾天恢復這個 情緒再說吧 好 那就是說 我們也順便 提醒各位就是說 在這個 秋天的時候 也是有秋拉虎的出現 就是非常熱 那你如果 也一樣 跟像我一樣 下去做我們這種 新設計的小型魚菜工生系統的話 也要注意這個 陽光的一個遮音 這樣 會讓植物啊 長得比較順利 因為你這個地方 不只是種菜啦 像這個你都可以拿來種花的 都沒問題的 好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邊 好 那 這個 我想 小型魚菜工生系統 應該會 順利的 這個 生長下去 好 那我們也 不定時的 會回來 為各位做一個 直播 那今天 謝謝各位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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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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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